欢迎来到今天的一段视线 当然一开始正是全世界此刻最关注的美国总统川普的病情 他在医院也就是华特里德军医院已经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尽管外界猜测川普是因为病情挑招的严重而必须住医院 还是只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住进那里有最好的医护设备的看护 但显然他的病情已经在开始有些迹象的进展 医生承认他的呼吸出现了困难 因此开始使用像瑞德西韦之类的药剂来减少他体内的病毒量 当然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健康 他的呼吸 他的血中的含氧度 尽管外界对他的所谓的身体的体重 年龄都抱于相当的担忧 毕竟以美国的例子来讲 全美国到目前死亡的超过21万人当中 每10个人里面就有8个是在65岁以上 川普今年已经74岁了 但一般来说 他的健康在美国的医护之下 其实过去以来今年也有很多大人物 在国际间都曾发生确诊 而他们现在也都康复了 所以川普也可能最后也会康复 当然目前最影响最大的 他的整个的政群的影响 到目前他的政治还是掌握在他自己 而且军医院仍然是暂时的政治领导中心 而且副总统并没有暂时来带领 因此川普日前仍然是美国的三军统帅 但最尴尬以及最令人担忧的是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31天 有一个候选人居然住进医院 就会让整个选举的动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一脸串的分析 不过至少有一点可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 至少到了现在 全世界特别是美国民众应该可以深切地了解 在目前的疫情之下 戴起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绝对是最明智的行为 10月2号下午 确诊的美国总统川普出现在白宫侧门 只见他少见地戴上口罩 在幕僚的陪同下 精神略显疲惫 步伐缓慢沉重地走向 登在南草坪的陆战队一号 总统专用直升机 部理会记者提问 直接登上直升机扬长而去 经过大约10分钟的飞行 抵达华特里德军医院停机坪 接着搭上黑头车开往医院大门口 这段在出发前 预录长度18秒的影片 川普向全世界周购 他得了新冠肺炎 出现身体不适 准备去医院治疗 各位知道 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是在一号晚间确诊 原本白宫说两人状况还不错 准备在白宫进行隔离 没想到2号上午出现 幕僚长所说的轻微症状 川普有发烧咳嗽与鼻塞 梅兰尼亚则有咳嗽与头痛 因为已经发烧 为了安全起见 在医疗团队建议下 川普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虽然目前症状还算轻微 但川普属于高危险群 今年74岁 身高将近190公分 体重超过100公斤 属于过胖体型 根据统计 65岁以上的确诊患者 住院几率是年轻人的5倍 过胖体型则为4倍 不过症状恐怕会越来越严重 这件晴天霹地的消息 是从1号晚间传出 川普首先发推文证实 亲近她的一名竞选女幕僚 前白宫通讯主任希克斯 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由于过去几天 两人曾经密集接触 因此川普与梅兰尼亚 在白宫进行检疫 没想到几个小时后 她再度发推文说 自己和第一夫人同样确诊 梅兰尼亚也在推特证实 并宣布暂停所有活动 这三篇推文让全世界震惊 究竟是谁将病毒传给川普 引发外界关注 目前最有可能的 就是找一部确诊的竞选幕僚 希克斯 从上届总统大选开始 希克斯就加入川普团队 是重要的幕僚 29号总统电视辩论前 他和川普一起搭空军一号 前往辩论会现场 30号川普前往明尼苏达 举行造势活动 希克斯也搭上总统直升机 陆战队一号 以及空军一号 和川普直接近距离接触 不过30号晚间 白宫幕僚已经知道 希克斯出现症状 为何还会让他随行 实在其人一斗 除了美女幕僚被怀疑是病毒源头之外 病毒更可能早就找上川普 26号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新任大法官提名人选记者会 当天出席的来宾已至少有6人出现症状 和川普有名南尼亚还包括两名共和党参议员 以及提名人巴瑞特母校圣母大学的校长 在场管理的前白宫高级顾问康威后来也证实确诊 不过巴瑞特本人检测结果是阴性 但他过去的确曾感染新冠肺炎 而根据一名记者统计 白宫相关人士包括三名采访记者在内 已经有23人确诊 白宫人员自为和川普密切接触的官员 也全部进行检议 当中最频繁的就是白宫幕僚长米道斯 其他包括参议院共和领袖麦康娜 副总统彭斯 财政部长梅努钦 甚至是众议院民主党籍议长裴洛西 几乎所有华府高层官员 都在危险名单之内 索性目前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至于第一家庭的其他成员 在电视辩论会当天进场时 虽然都有戴口罩 但辩论开始后 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口罩拿下来 彼此和嘴巴都暴露在外 第一女士库什娜曾经和希克斯 并肩而行登上空军一号出席造势活动 两人既没有保持距离 更不用说戴口罩 还好川普家族每个人 包括伊凡卡和库什娜 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就连川普儿子拜伦 虽然同住在白宫 幸运的也没有被感染 另一个让外界关切的焦点人物 是川普对手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检测结果过关 选举形成照跑 但由于拜登已经高龄77岁 专家表示就算两次检测都是阴性 并不表示不会被感染 至于人在医院的川普度过染病的第一个晚上 不改老毛病发出简短推文说自己很好 感谢大家还大写LOVE 之所以能发推特 是因为白宫医生给川普服用的是 目前证实对抗病毒有效的瑞德西韦 还说他不需使用辅助氧气机 此外同时使用多株抗体肌味酒疗法 但属于实验性质 效果存疑 目前川普决定在医院办公 暂时没有转移权力给副总统 但所有的造势活动暂停 也不确定15号第二场总统电视辩论 是否照常举行 距离投票只剩下一个月 染疫确诊所引爆的10月惊奇 对未来选战投下极大的制衡 其实原本这个星期 国际间讨论最多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的电视辩论会 在美国有超过7300万人收看 当然大家期待都很高 尤其是拜登跟川普第一次交战 唇枪舌战必然 但没想到最后弄的是彼此的口水大战 而且几乎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不断地争吵吵架 而且辱骂之字眼 超过了所有国际级的政治舞台 几乎没有人看过这种所谓的辩论会 根本就是口语之间的搏斗跟霸凌 其实很多人认为 川普当时在那场辩论会时候 可能已经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因此大家很担心是他的对手拜登 有没有被感染 到目前正值拜登目前是安全无恙 不过从此以后 这场选战该怎么打 恐怕他们两个人都会很头疼 不过我们来看看 这场辩论会为什么被一些人视为 是最无耻的一场辩论 我们来看看 保持社交距离 两人没有握手 只隔空做了握拳的手势 不到十分钟 川普就使出插嘴攻势 可以捣乱拜登的节奏 大部分美国的美国 仍然会不会在那场选择 第一 第二 你认为 沙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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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那里 我们叫它 然后帮你社会病毒 你看 你说你认为 你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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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与 沙特与 不太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骦官 但你认为 你认为 你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你认为 你最终生的 一生 你认为 常常总统辩论会 仿佛成了政论节目 充满激情四射 你嘴我我就嘴你 等干扰大会 连读书名次都出来了 根本是小学生在吵架 川普还使出碎碎念的疯狂绝交 故意激怒拜登 你 proprio 你终于不是靓的 你终于ر拉川 您可以安定了 谢谢 virus 哎呦 你嘛 你或者是一个弃之代 救救区 回到 krie人重移 承告 无视主持人的警告打断与介入 川普绝命地使出插嘴乱命战术 前后共打断了拜登73次 早知道会被川普突袭的拜登特意展现强势 出现辱骂式的语言 在被川普说是瞌睡桥 暗示有失智问题的拜登 在辩论台上借力使力强势硬拼 直接叫川普闭嘴 还多次标骂川普是小丑和笨蛋 从政47年的拜登 也不是省油的灯 川普阵营在辩论前主攻拜登儿子航特 在拜登当副总统时 介入乌克兰天然气中介 设计不当利益 拜登则称大儿子 曾经在伊拉克从军报国 巧妙的一花节目 Moscow's wife gave your son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dollars what did he do to deserve it what did he do with barista to deserve $183,000 None of that is true here's the deal we want to talk about families and ethics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 mean his family we could talk about all night was in Iraq he spent a year there he got the bronze star he got the conspicuous service medal he was not a loser he was a patriot you're talking about Hunter are you talking about my son Bo Biden 双方根本无法对话 原本边论设定的六大主题全部失焦 拜登主攻川普防疫师呢 统统吵成一团 he didn't tell us or give people a warning of it because he didn't want to panic the American people you don't panic he panic the country would have been left wide open millions of people would have died not 200,000 原本众所期待的顶尖对决 变成街头阿公东拉西舍的口水大战 而川普被爆料十年没缴半毛联邦税 全美国关注的议题会上不见说分明 两人在意的竟然是谁聪明谁笨蛋 I was a private business people like every other private person unless they're stupid they go through the laws and that's what it is he passed a tax bill that gave us all these privileges for depreciation and for tax credits we build the building and we get tax credits like the hotel on Pennsylvania Avenue you get a massive which by the way was given to me by the Obama there's nothing smart about you jell47 years you've done nothing let's have this debate and if you would have had let me just say you you're the worst president which is in America has ever had come on 选民看不到双方证件 与基本价值的表述 还留下不少把柄 像是拜登说要取消 川普实施的解学优惠 川普则答死不愿意 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are you willing tonight to condemn white supremacists and militia groups do it say it do you want to call them what do you want to call them give me a name give me a name white supremacists who would you like me to condemn white supremacists and white supremacists stand back and stand by 一传乱的辩论会结束 不意外的是 复评 普天盖地 that was the worst debate I have ever seen in fact it wasn't even a debate it was a disgrace that was a shit show 川普插嘴吵闹 不代表他赢了 拜登虽抱着 不失分就赢的策略 让场内气势抗衡持平 却因为缺乏论点 无法吸引中间选民 也没赢 首场辩论最大输家 要算是美国选民 没想到被迫看到 一场民主的灾难 刚刚这些只是 我们截取的部分内容 想想看这两个老人家 吵了90分钟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因此有人认为 还剩下的两场 电视总统辩论会 可以免了吧 避免这种国耻现象 再度登台 不过主办单位表示 他们还是要继续进行 但可以修改规则 包括对于那些 多嘴喋喋不休的人 可以关掉他的麦克风 就像奥斯卡颁奖舞台上一样 不过目前随着 川普确诊的消息传离 而必须进行隔离 未来两场办不办 参不参加都成了变数 不过至少下个星期四 他有一场副总统的 电视辩论会会照上进行 而那一场的重要性 突然之间也随之升高 当然我们还要听听 另外一个最有资格发言的人 就是这场电视辩论会的主持人 也是美国 Fox电视台的记者 Wallace 他承认自己的警觉不够 但他从来没有想到 川普参加这场辩论会的 最主要目的 就是要把全局搞乱 打翻对手 美选首场辩论会主持人 福斯新闻主播华来士 绝美料到 作为全美关注的辩论会总作手 他竟成了会上 管秩序的风际鼓掌 这场辩论被CNN灌上混乱二次 堪称是1960年 有美选辩论以来最糟糕的一次 辩论场上除了两位候选人外 该是掌控全场的主持人华来士 毋庸置疑成了被究责的超大剑靶 辩论会隔两天 他首度露面 接受老东家福斯新闻电视专访 在此之前 他对纽约时报的喊言 辩论会后非常失落 即便自己是内行人 但做梦都没想到会如此脱续 判团队准备数百个小时 结果功亏一篑 他不约而同在两场访问中提到 一开始就误判川普的意图 他的失误难辞其咎 第一题大法官的辩论攻防 不到八分钟就被川普 强制转为健保议题 华来士事后检讨恍然大悟 他说川普的辩论策略 不只是一开始就强化 还要从头到尾 且部分对手或主持人 华来士的声势和辩论 华来士的声势和自嘲 根本拉不回川普这批脱疆野马 失控的程序越来越夸张 华来士涉入辩论对话的比重被川普不再拉高 整场辩论他纠正程序的篇幅远胜于引导议题攻防 想重申并聚焦遍题 却连话都没办法好好说 原定90分钟不休息的流程 华来士在中场还忍不住对川普 在这一期节目 你会有两个 uninterrupted moments 但我认为 我认为 国家会比较比较 如果我们让两个人 和几个人的辩论 我认为你会有多的 他也会有多的 他也会有多的 但他也会有多的 他也会有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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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多的 45分钟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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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時間不敢再看那部災難片 因為對華萊士而言 長達55年的新聞資歷 疊著一跤實在太傷 作為當今福斯新聞的權威主播 雖所屬頻道總被認為 親共和黨的立場非常明顯 但華萊士始終秉持專業 贏得美國政壇和媒體界 不分黨派的推崇 我歡迎你到最終2016年議題 2016年他首度扛下 美選辯論主持人的棒子 獲林復平 因此華萊士這回打頭陣 擔綱第一場辯論會主持人 所有人引緊期盼 可惜辯論成敗勿已成舟 美國總統辯論委員會 在辯論隔天發出聲明 感謝華萊士的專業和主持技巧 接著宣布將修改辯論規則 包含談搶話者的發言時間 甚至可能關掉麥克風 華萊士不願打斷真正的民主辯論 顯示他對於一場軍籍之爭的期待 川普長進搶化優勢後 隨即發推文說 我上次輕鬆取勝 為什麼要改第二三場的辯論規則 但說白了 再多新規對川普來說 上了場就是一點規則也不放眼裡 華萊士用正規軍的策略 想牽制無視民主辯論價值的候選人 真理無法越辯越明 權威主播也跟著被拖累 這道理就像要川普震驚為作 以最高理數對待政敵 一個字難啊 新冠肺炎的全球確診人數 已經超過了三千萬 當然最新增加的兩位 就是美國的第一家庭 我們也相信此刻 他們正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 究竟川普是核實染病 目前有很多證據顯示 可能早在六天前 那一天美國在白宮外的草坪上 進行一場類似酒會的性質 來介紹美國的新任大法官的提名人 而目前證實當天參加人中 至少有兩位參議員 一位神職人員 還有兩位白宮的高級顧問 都已經確診 如果這個屬實的話 那川普應該已經有六天的潜伏期 而據說白宮有一個非常良好的 深化防護設備 包括可能每天對總統身邊 甚至他自己都要進行檢測 如果這樣子是真實的話 那事實上顯然顯示 這整個的偵測以及預防設施 出現了嚴重的漏洞 事實上華盛頓此刻 正有無數的人正在被追蹤 中調查你究竟有沒有跟誰接觸 換言之感染的人數可能會繼續擴大 當然目前大家最關心的是 川普的健康能不能夠維持 甚至恢復 如果惡化的話又會如何 當然第一個會影響到美國政局的掌控 未來將有誰 但此刻更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距離大選不過31天了 有一個候選人如果因為病情無法繼續進行競選活動 他的對手究竟該如何處理 是大家都同意延期還是如何進行 而就算他當選或者落選 而這個病情因素究竟要不要納入 到目前為止 美國的憲法幾乎沒有考慮到這些 只說應該要如期進行 但延期也未必說是不可能 不管怎麼樣 未來30天將無疑是美國民主選舉史上 可能最動盪不安的一次 各種預測都有它的可能性 但誰都不希望它發生 但是天知道今年已經發生的不可能事情 已經發生了多少 你我還敢去預測嗎 我們只有密切地注視未來這30天的發展 當然全世界更注意的發展是 究竟在11月之前 全世界的疫苗究竟會不會出現 事實上已經出現 而且已經有人開始大量的接種 那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官方已經承認 至少有三種疫苗已經在緊急授權之下 對中國的人口進行接種 人數至少已經在10萬以上 這裡包括了國企員工 經常出國的人 甚至還有媒體記者 大陸方面的說法是 他們希望至少在這個冬天來臨之前 在第一線的醫護以及服務人員 建立起一道防線 讓這些人至少有安全上的保障 雖然這些疫苗還沒有經過 完成的全面的三級檢測 但很多人因此就擔心 會不會給一些 比已經接種的人 一種物質 一種不正確的自信感 認為它已經安全 其實不見得 甚至有人更懷疑 這些疫苗 可能只是讓你本身沒有症狀 但你的傳染力依舊存在 總而言之 太多的問題繼續存在 太多的疑問 就如同美國的政情一樣 這真是一個何等動盪的 2020年 高速公路長長的車震 各大火車站也湧盡大批民眾 中國從1號開始迎接 為期8天的11假期 這也是疫情爆發以來的 首次長假 各處景點雖沒有以往 幾個水泄不通 卻看得到被壓抑 9個月的旅遊需求 最熱門的景點 根據旅遊網站調查 竟然是第一個 爆發疫情的城市 武漢 旅客們 你們好 黃赫樓公園陸續有民眾入園 對照疫情爆發時的死急 此刻的武漢似乎 刻意對外展現 生活已恢復正常 疫情更是無語 而就在11假期前 央視更以新冠肺炎的 中國力量為題 報導中國疫苗如何超前部署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距離武漢市區 30到40公里 武漢病毒研究所中 最神秘的P4實驗室 進P4我們只能過4道案件 寒進公開曝光的實驗室 得先經過更衣區 緩衝區 消毒區 最後來到核心區 其實P4我們就相當於 一個大鐵盒子 大鐵盒子裡面套小鐵盒子 然後我們那個 核心工作區 就是裡面的小盒子 然後每層盒子之間 它是有壓差 就是我們整個P4裡面是負壓 我們會保證裡面的氣體不出來 裡面的 所以氣體不出來裡面的東西 就不會出來 所以可以這樣就是 最大程度的保護裡面的東西 不擴散 從核心區外的走廊 雙層玻璃窗看進去的 就是P4實驗室 實驗室內的工作人員 各個身穿類似太空人的服裝 它是一個獨立的一個攻擊系統 我們看到旁邊這個管道 對 它是獨立的攻擊系統 為了跟這個環境隔離開來 其實是兩重功效 一種就是保護人 另外一種就是保護病毒 不讓它出去 疫情爆發時 P4實驗室針對病毒進行分析 疫情區款後 則針對疫苗進行實驗 評估免疫性及防疫效果 像這種中和實驗 大概是五到六個小時 但是像我們前期那個 疫苗應急的時候 我們有一次 像我們那個團隊 他們在裡面最長的 應該是超過十個小時 因為是生完全實驗室 是不能進食也不能飲水的 所以進去就是一次 然後做完實驗再出來 刻意曝光的P4實驗室 是要告訴社會大眾 新冠病毒不可能從這裡外泄 更大篇幅的報導 則展示中國疫苗進展 有多麼超神速 這叫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 拔開這個帽之後 就可以直接接種 疫苗盒子上印著國家授權 緊急使用的字樣 中國在6月24號 國務院核准通過緊急使用後 7月22號就啟動大規模接種 估計已經有數十萬人施打 儘管疫苗目前仍在巴西等地 進行最後 以至是第三期人體實驗 中國仍決定賭一把 我們在巴西這支疫苗 已經進行到三期臨床研究 但是巴西並沒有做一期和二期臨床研究 它就接受了我們在中國做的 一二期研究結果 儘管全球嘩然 但中國沒在甩 目前全球共有9款疫苗 進入第三期人體實驗 有四款只有來自中國 為了搶快 不但搶先施打 還以大規模量產 如果在現場無效 我們前面生產所有疫苗 所有頭腦全歸零 全歸零了 但現在我們寧可承擔那個風險 我們根據我們的經驗 我們這個疫苗有效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我們要提前生產 提前大量儲備 為了應付其他國家的訂單需求 疫苗還分兩種包裝 因此發現這種打開就可注射的 預充式注射器 以全球大缺貨 於是改放玻璃一致的西林瓶 預估到年底可生產一億劑 這個結果就是中國疫情 最低的發病水平 這個時候我們的疫苗 開始給重點人群使用 那麼保護我剛才說的 醫護人員 這個過程中 我們加大產業的投入 我們有更大量的疫苗出來的時候 它可能在秋冬季到來的時候 新的疫情高峰上來 我們就更多的給重點地區 重點人群使用 中國在接單生產之余 包括運輸配送等冷鏈問題 也大方昭告天下 就是我的這個蓄冷劑 然後按照規格放在我的箱裡面 然後再把我的藥品放在箱裡面 然後進行運輸 然後我的箱子的保溫實現 能夠達到48小時 全程約在設施2到8度的環境下進行 台灣若要採購疫苗 也以這類人類條件為優先考量 但衛福部長陳仲 已表明不會購買中國疫苗 而中國如此加速生產 還有一個關鍵原因 要藉此拉攏盟友鞏固外交地位 中國已經有多支疫苗 進入三期臨床試驗 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 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 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 上週聯合國75週年會上 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這麼說 疫苗仿佛成了中國 突破外交困境的一鐵良藥 於是又加碼進行了鼻噴式新冠疫苗的第一起人體實驗 讓兒童或避免針頭注射者可以使用 但眼前進入量產疫苗 尚未完成第三起人體實驗是事實 中國搶快讓需要疫苗的國家跟風搶購 也成了潛在的隱憂 聽過高加索山脈嗎 它位於在歐亞大陸在中亞的交界處 那裡是世界上很多語言的發源地 包括了英語在內 當然當地的文化種族複雜 戰爭也就經常傳出 有兩個世仇的國家就在最近又打了起來 一個叫亞萨拜仁 他的幕後老闆是土耳其 一個叫亞美尼亞 後面的支持者是俄羅斯 當然這兩方有一個大老闆在後面 彼此之間就因為領土爭執 不斷發生戰爭 最近又干了起來 當然這最後結果勢必要經過國際調停 不過我們所關注的是在這次戰場當中 雖然有些國家小 但它靠著一種新的武器 倒是斬獲很多 那就是中小系的無人機 上面配著殺傷力強的彈道飛彈 果然打得對方一時之間措手不及 多管火箭連環發射不到幾秒鐘 十多枚一飛衝天 場面驚人 震耳玉龍的聲響中 125公里流炮彈一排齊射 將威力強大的火藥投射到對方陣營 徹底摧毀離軍戰鬥能力 這場戰鬥發生地點是在中亞高加索國家 亞塞拜然的納戈諾卡拉巴地區 從27號清晨開始 亞塞拜然部隊就和當地的 亞美尼亞佔領軍發生激烈衝突 亞塞拜然聲稱 為了防衛國土 亞塞拜然部隊展開大規模反擊 不過亞美尼亞卻反過來指責 是亞塞拜然挑起戰端 率先對亞美尼亞住宅區發動攻擊 現在ание水 雙方都動用重型火炮 駕射機和坦克 已經成為一場全面性戰爭 亞塞拜然國防部還每天 公布前線戰事畫面 一辆亚美尼亚陆军的T-72重型坦克 行进间遭亚赛败燃无人机锁定 发射飞弹加以摧毁 亚美尼亚急处短程防空雷阵地 也成为亚赛败燃攻击目标 被飞弹击中后冒出橘黄色火焰 以浓浓白烟 瞬间灰飞烟灭 这段空拍画面显示 一处山区地面上有8具身穿军事 泥彩装的衣品 亚赛败燃军方表示 他们是企图占领高地的亚美尼亚士兵 经过激烈战斗后 全数遭到殲滅 根据亚赛败燃国防部统计 自从战争发生以来 已经摧毁至少130辆亚美尼亚陆军坦克 以及25座防空设施 不甘示弱的亚美尼亚国防部 也公布所谓的战果 这段画面显示 三辆亚赛败燃坦克 排成战斗列队开往前线 领头的一辆误触地雷 引发爆炸 坦克全毁 车内士兵无一幸免 一辆坦克遭到攻击后 完全失控 冒出黑烟和火蛇 高速地往前冲撞 而另一辆坦克也失火 电面居然射向 10公尺半空中 同时引发大爆炸 除了坦克 亚美尼亚也展示 被击落的亚赛败燃军用无人机 残骸四处散落 包含摧毁的机翼和机轮 军方利用操作灵活的 监设防空飞弹摧毁无人机 当飞机坠地时 负责猎杀的亚美尼亚士兵 还高声欢呼 亚美尼亚声称 至少击毁 80辆亚赛败燃坦克 自驾直升机以及50架无人机 就算站到最后的一兵一俗 也绝不退让 引发战端的纳哥诺卡拉巴地区 主权问题争议将近30年 前苏联时代纳卡地区居民 虽然绝大多数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 但却被化归为信奉伊斯兰教的亚赛败燃领土 1991年苏联瓦解 纳卡地区发生独立运动 在亚美尼亚的支持下 和亚赛败燃发生战争 直到1994年5月战事结束 亚美尼亚扩大占领区 成立阿尔查赫共和国 也称为纳卡共和国 但不被国际承认 仍然只认定纳卡区属于亚赛败燃领土 此后两国大致相安无事 但零星冲突不断 2016年4月曾发生持续四天的战斗 造成200多人死亡 两国新一波冲突发生后 与亚赛败燃属于同种族的福尔齐 马上公开表述问题 所谓各种方式是否包括军事介入引发各界猜测 今年8月亚赛败燃国防部宣布获得土耳其支持后 将进行神圣任务 就是夺回纳卡地区 也因此亚美尼亚指控 土耳其派出军队协助亚赛败燃作战 甚至声称一架土耳其F-16战机 炸毁亚美尼亚村落 造成三名平民死亡 亚美尼亚国防部同时公布一架空军 SU-25战机残骸 声称是遭土国空军F-16战机击落 亚赛败燃则强力否认 直到两个强大邻国夹杀 亚美尼亚宣布戒严 全国进入备战状态 除了限制十八岁到五十五岁男性出境之外 同时发布军事动员令 许多后备军人都精神抖擞的 连夜搭乘大巴士到部队报道 作为交战的另一方 亚赛败燃也同步宣布实施戒严和宵禁 并动员男性青年涌向军方征兵处 登记入伍报效国家 两国交锋受苦的是老百姓 除了士兵之外 平民也有死伤 亚美尼亚医院出动医疗直升机 将被战火波及的民众紧急送医治疗 有些人家庭却因此破碎 高加索地区动荡不安 除了威胁区域安全 国际社会也担心强国势力会趁举而入 亚赛败燃盛产石油 欧洲所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 5%就来自于此 过去曾和土耳其合作 建造通往欧洲的输油管路 而俄国长久以来就是亚美尼亚朋友 加上南部的伊朗也想插足高加索 三强顶地让情势更加砸 一场领土纠纷让两个中亚国家 持续30年的冲突 再度翻上国际舞台 但蠢蠢欲动的强国势力 是否会让高加索地区成为新的全球火药库 各方目不高度关注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事件 我们下周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